现在一轮分第九十一集 九十一就实际扁确昌宫列传里面 扁确看齐华侯 齐华侯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时候 上朝见到的时候 他说你有病在咒你 咒你就是皮屋表面这些 不治僵身 齐华侯说寡了没有病 因为他没感觉 扁确出 齐华侯跟左右人讲 拜医生号令 欲以不急者为功 我们病他要讲病 就要来指尊功劳 无听后 扁确护健 说均有急在血脉 不治恐生 这已经从皮肤表面 费自体面的系统 到循环系统 然后他说寡了无急 扁确出 齐华侯不高兴 然后再五天扁确再见 他说你的病已经在整个消化肠道时间了 自体免疫的系统 不治僵身 这是治癒系统整个都MLT6状况 齐华侯不一扁确出 皇后不悦 然后后五天呢 再过五天扁确再见到 上朝看到齐华侯说 他看到齐华就把他跑 齐华侯叫人家问为什么 比确说 病在照理的时候 汤韵就是吃点汤药 热污啦 烤箱啊 温泉就可以出了 在血脉的时候 蒸胶放血 蒸放血可以治疗 在肠胃的时候 酒疗就是 比较浓的 用酒汁的 像吃高散汤的这些 然后到骨髓的时候 谁也没办法 今在骨髓 成事已无情也 已经中书神经 后五天 齐华侯身体不舒服 叫人家找扁确 扁确已经跑掉了 没多久 齐华就过身 那这里面 我们现在讲的观念 跟县密集所讲的观念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各位看 这个颈动脉上去 椎动脉上去 然后这个椎静脉 蓝色的是椎静脉下来 那这是椎静脉 颈静脉下来 各位看颈静脉的时候 各位看这个 这个铜骨骨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样给各位看 这个火柴棒 它是颈动脉 就这个上来 那椎骨孔 椎不大孔 它椎不到旁边 然后细菌 棉花棒 耳朵的棉花棒 就是颈静脉孔 第九 第十 第十一对 脑神经跟着下来 然后在这里 各位看到 椎动脉 跟椎静脉 颈动脉和颈静脉 大小差多少 但是椎动脉和颈静脉 它负责机体动脉 脑的后脑 这些动脉还有跟颈动脉呢 在头脑上 为了去循环 所以 当一有病的时候 事实上 你的椎静脉循环 也有去挟持 但更严重的时候 椎动脉循环就不好 再严重就是颈动脉 尤其是颈静脉 尤其颈静脉在颈部的颜色会先出现 所以 我们在看的时候 各位看到一个 我这样来给各位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红色就是颈动脉 内颈动脉 这就是脑下垂体 这是环豆 所以在这里整个循环上来讲 可以看到脑部的循环呢 在头脑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看到在这样子 这就是颈动脉上去 就是这个 然后颈静脉下来 它从上子钻静脉豆 下子钻静脉豆 然后S钻静脉豆 然后经过颈静脉孔 就是S钻脉口 在前面是S钻静脉 下来就变成颈静脉 名称不同 所以在我们人体上 看病的时候 事实上脸色的变化 然后说颜龙王要你三斤走 不会流你过五斤 所以在观念上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人的身体事实上 不是颜龙王 给你画圣子部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 早到晚退 这个迟到早退 这样点点击下来 所以肢体迷难和疾病 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90集就讲到这里 就 就